六大压力壳船段已建造完成 相关装备也基本完成交付 为了海昌计划顺利进行 同时也为了能在9月份完成潜艇的下水仪式 台船公司的海昌工厂24小时疯狂赶工 甚至连春节都加班不停工 最近更是传出3000亿新台币的特别预算 包含潜艇载台建造 潜射导弹以及重型鱼雷的采购 正因潜艇后续建造计划金额庞大 所以台湾才会以特别预算的方式进行 今天火力军就来聊一聊 关于台湾自研首艘潜艇的那些事 为了能够按时完成任务 现在的台船公司一片忙碌 海昌工厂正以24小时三班制不断赶工 因为潜艇舱内空间狭小 能进入施工的人数有限 再加上压力壳为圆形空间 没办法同时在各个方向施工 所以只能旋转压力壳施工 所以在一些关键部位的工作 都是以三班岛进行施工 台船各级主管 同样分三班驻厂轮流施工 台船董事长透露 目前各项工作正在稳健进行中 并且已经开始进行船断对接的电焊工作 首艘原型舰下水将定在今年9月份 不排除提前完成 同时台船计划筹组潜艇零组件供应商联盟 继续提升潜艇本土化的自制化程度 按照台船公司先前公开的消息 潜艇原型舰长度约70米 宽约8米高约18米 将采用X型尾多设计 平衡翼配置在翻兆段的两侧 整体排水量2500到3000吨 原型舰总共7个船段 其中6段都采用了耐压壳 为了确保材料和焊接工艺品质 台船在前些年先制造了一段船体 在水下引爆模拟鱼雷威力的炸药 证实船壳与内部机器运行无恙后 才正式展开压力壳的打造 为了保险 台船打造了两个压力壳 并顺利完成焊接 原型舰分为6个船段施工 最先完成的是中间编号 第三船段与第四船段的外壳 箭手第一船段与第二船段的外壳部分 因第一船段为锥形 相对来说施工难度比较高 再加上需要安装6枚鱼雷管 以及声纳等设备 所幸在外籍顾问协助下逐步突破困难 另外第五船段与第六船段也陆续完成 目前原型舰的6个船段焊接 预计在5月底完成工作 6月份将开始进行船段装备组装 台船施工人员将按照施工图 把各项运抵台湾的潜艇装备安装入桥段 包括各红区装备在内的关键装备 最后完成全舰的压力风壳 在完成这些工作之后 原型舰会从厂房移至台船船屋内继续施工 同时将刚完成船段组合的潜艇进水 为了强化保密 潜艇船段转入组合工厂的过程中 全程会用特殊幕布遮盖 防止外界窥视 船屋上方还会建造敞篷遮蔽 无论是来自上空的间谍卫星 还是周遭有心人士的刺探 都可以有效防止 更增添神秘感 综合最近放出的消息可以肯定的是 台湾自研潜艇确实取得了特别大的进步 一是原型舰的六大压力壳都已经完成建造 并且还通过了抗爆耐压测试 二是需要对外采购的系统装备 以及运送到台湾的日常安排 其中的困难都已经被解决 并进入获得稳定期 三是鱼雷馆已经获得了美国的同意 并且已经在台船潜艇装备园区内设厂生产 最后一个就是台湾海军256舰队 已经派出了40余名官兵进驻台船海长厂区 全程参与潜艇制造过程 计划通过模拟测考获得潜艇合格签证 为以后接收新型潜艇做准备 不过关于9月份下水这事儿 这里所说的下水跟传统意义上的下水有点不一样 是指在厂区内举行的仪式 代表原型舰的6个舱段已经完成装备 并且完成全舰压力封壳 封壳之后外界只能看到舰体外观 无法溃支到内部设备 在台船整体计划中 原型舰至少要在台船厂区内 完成6个月的地面测试 在一切符合要求之后才会移至码头 然后进行原型舰的水面海事 在顺理完成水面测试之后 水下测试才会展开 测试时间取决于水面测试的进展情况 水下测试预计需要至少一年时间 在原型舰下水之后 首先进行装备的各项测试 由于潜艇建造没有干屋 所以台船采购了一台特殊台车 皆是能将原型舰载至岸边下水 做完岸测与海测之后 会交由海军进行作战测评 待通过后便正式服役 至于首艘原型舰的舰名 军方目前尚未讨论到 正因为台船宣布9月份下水 所以后面就传出了潜艇后续计划正在编制 由于海昌计划金额庞大 猜测可能会采用特别预算的方式进行 连同潜艇载台建造 潜射导弹及重型鱼雷的采购在内 评估总经费达到3000亿元新台币以上 后续2-8艘舰将采用分批建造性能小改款方式进行 每批以2-3艘方式一起建造 最后一批建造时会将原型舰回厂 进行性能提升纳入规划 但有些人觉得原型舰相关测试才刚开始不久 相关风险还没有完全掌握 这时候就编列20年的高额预算 实在让人无法放心 随即高层也进行了辟谣 2-8艘后续舰目前只是处于建案阶段 待完成作战测评之后 才会根据测试结果以及海军需求 来决定是否进行量产 目前并没有展开预算编列 潜艇的构造比水面舰艇复杂精密 潜艇的动力水声和电子设备研制难度相当高 显然目前台湾没有能力建造潜艇中 这些最重要最复杂最昂贵的部件 所以在实际操作中 台湾将潜艇中的相关技术 划分为红区黄区和绿区三类 红区技术是目前无法掌握的 黄区技术是通过引进合作可以获得的 绿区技术是已经成熟具备的 目前确定的是 原型舰将采用X型尾舵设计 在早期的原型舰模型上 沿用舰龙级的十字尾翼 但到了2019年 中船潜艇厂区破图典礼上 原本的十字尾翼改成了X型 这算是一个重大修改 因为X型尾翼的技术难度更高 多面控制系统也更加复杂 但海军坚持采用X型尾翼的设计 原因是在台海活动的潜艇 需要有坐底的功能 而X型尾翼不会触碰到海底礁石 在灵活度上也会更好 这种设计已经成为 新型柴电潜艇的设计首选 不过原型舰不具备AIP推进系统 这种系统能让潜艇下潜后 在不需要外部空气的情况 推进潜艇较高速的航行 大略可以分为 必循环柴油机式 燃料电池式 以及史特林引擎式 但不管哪一种AIP系统 基本都是各国的独门绝活 国际上也显有技术输出 除非台湾进行自研 要不然基本没希望 但AIP系统技术难度更好 对于召集潜艇猎装的海军来说 并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目前在原型舰需要向国外采购的装备中 除了美国出售战斗系统之外 最困难的一项就是建守鱼雷馆 目前来说 台湾是没有能力设计生产鱼雷馆的 所以选择了外购 出售鱼雷馆的是欧洲某国 与鱼雷馆有关的采购预算 合计高达十数未金额 光是鱼雷馆有关设计图就多达万张 鱼雷馆可以使用现役德国重型鱼雷 美造MK48型鱼雷 以及潜射鱼叉导弹等 原型舰设计有六个鱼雷馆 全部安装在舰手 外传重型鱼雷的斜行量达到18枚 不过潜射导弹的斜行数量 目前尚不得而知 根据台湾公开的消息来看 近些年 台船公司在筹获各项装备的过程中 若发现部分零组件可以本土自制时 就尽量寻找本土厂商试作 除了战斗系统的红区装备 需要从其他国家采购以外 整艘原型舰的自制率 已经达到四成以上 包括气密门 密闭式淡海水转换系统 液压系统 以及必须达到静音水平的空调系统 这些全部由台湾本土自制 台船董事长也表示 将在适当时机邀请本土供应商 核组潜艇领组件供应商联盟 提升潜艇本土化的制造数量 为了顺利推进原型舰的研发工作 台湾制定了用钱搭桥捕缺的思路 整个潜艇制造计划 预算高达数千亿新台币 其中第一期预算为493亿元新台币 刨去79亿的造船厂预算 原型舰造价接近日本新一代潜艇 大惊号的两倍 然后通过各种渠道 聘请其他国家的专家担任技术顾问 雇佣欧洲GRO顾问公司 提供潜艇制造的经验 还以商业模式 向洛克希德公司 雷神公司商洽 构进战斗系统整合 数字式声纳等装备 在2018年的时候 美国对台湾签发了营销核准证 允许美国公司 以商业销售模式 为台湾海昌计划制造各种装备 而在2020年 台湾原型舰所需要的 关键设备中的数字声纳 也获得了出售许可 目前原型舰建造计划 所需的必备装备 已经在海发中心 海军256潜艇战队 以及台船专案小组合作下完成 目前正在进行赶工作业中 甚至还有数位高层 和海军将领常驻台船公司 指导及协助本案的 各项执行细节 整个项目的相关程序 已经完备 在当今的海战中 潜艇不仅可以用来巡逻反潜 同时也可以在敌方海港航线上布雷 还能向敌方投放挖人 进行渗透破坏 即便是常规潜艇 也可以装备对地攻击的巡航导弹 比如俄罗斯的俱乐部导弹 与美国的海基战斧导弹等 而且潜艇的威慑力非常强 只要有一艘潜艇入海 那么敌方就必须加强对所有潜艇 民船以及航线的收尾工作 那么没有一艘船只遭到奇迹 也必须派遣足够的护卫力量 这就会大大牵制敌方的海军兵力使用和规划 在二战时期 盟军平均需要100名海军水手 来对付一名德国U型潜艇士兵 其巨大战术价值可见一斑 目前台湾共有四艘潜艇 包括两艘老旧的切笔级潜艇 以及两艘荷兰制的舰龙级潜艇 切笔级主要担任潜艇人员训练 及舰队反潜作战训练任务 并可担任尖针、布雷及特攻作战任务 但因为舰铃太过老旧 两舰都要淘汰除役 现役的舰龙级潜艇 正进行性能提升计划 待升级计划完成后 整体战力就可以符合台海外围海域水下作战要求 等到自研原型舰下水后 后续第二至八艘潜艇建造完成 并且成军服役后 海军潜艇的数量将维持在十艘规模 届时海军256潜艇战队 也将提升位阶 正式成为潜艇舰队 好了 你们觉得台湾潜艇会在什么时候成军 未来二到八艘后续潜艇 能否顺利完成 欢迎评论区讨论一下 我是火力军 咱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